近日,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新疆巴英国冷蒙古自治州且墨县,被称为沙漠人参的植物大云迎来丰收。 农民们在沙海中挥敲桃金,摘取埋藏在墨墨黄沙之下的丰碎果实。 在大云种植基地,农民们正忙着采挖大云。 大云学名肉葱蓉,是一种寄生在缩缩根部的植物,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,被称为沙漠人参。 采挖工艾埋尔将库尔班手脚麻利地挖开黄沙,将一颗颗深披黄色灵甲的新鲜大云采挖出来。 一会儿的功夫,编制袋里就装满了丰碎的果实。 近年来,当地在沙漠边缘大量种植缩缩林用来防风制沙。 并在缩缩根部接种大云,既解决了生态制沙成本高度问题,同时也成为了风沙沿线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。 因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,且墨县被称为沙漠孤岛,沙漠面积占全线面积近四成。 当地政府为了与风沙座斗争,向沙漠要效益,通过招商引资建设,股分制经营,单位认领,发展乡村集体经济等多种经营方式,种植防风库沙经济林和接种大云增收。 目前,浅墨县共完成缩缩零下大云接种面积9.11万亩,10月采收季计划采挖2.1万亩,预计产量650吨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